大家好 这一期的视频呢 我其实也就是随便的跟大家交流一下 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啊 国内过来了几个网友 在私信里跟我聊天 我问我说刘姐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不怎么会外语 而且你工作的环境也是不同的国家的人 你们能相处的这么好 其实我也只能跟大家讲 刚来的时候是每个人都不太习惯的 如果你能熬过那最难熬的半年几个月 那你会慢慢适应 慢慢喜欢你的工作 因为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出国 也是就来到了新加坡 因为我的性格是比较直接 比较大大烈烈的那种 就是说包括语言方面 我的声音也是很大的 虽然我现在已经改变了很多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大声的 有的时候自己都控制不了 这样子就是不由自主的 就会声音会有点打仗 所以跟同事之间 也可能会有一些误会和摩擦 但是我是不会去多想 就拿前几天来说 但是后来我们就一个拥抱 就解决了 我现在就是发现他们不高兴的情况下 我会去抱抱他 说一句I love you 大家可能会觉得刘洁这个I love you 怎么会随便说 但是都是女的嘛 不是你们想的那种男的 我有讲了我的同事有印度尼西亚的 有马来的 也有泰国的 我是中国的 就是大家就是一个联合国 最要命的是 他们基本也是不会华语的 我又是英语是 就会那么几个 因为前天我是非常的匆忙啊 就是又着急 就是因为网络上的订单太多了 我要回复 当时呢那个 印度尼西亚的同事啊 他其实人是在新加坡 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了 好像他说 生活了二十几年了 二三十年这样子吧 他问我一些事情 我那天人有点不舒服 我就皱了眉头 因为平时他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会笑笑 反正我就用我会的那几句英文 去应付他一下 大部分都是靠猜的了 所以呢就是 问我的时候我眉头皱了一下 就有点不耐烦的那个表情啊 后来他有半天的时间 我就觉得他有点情绪不太对哦 我就想怎么了 他今天怎么了 后来呢 刚好我们的领导过了 也就是过来看一下 他就说 他说那个 哈尼说你今天凶他了 怎么了 你对他有没有什么 就是不满意的地方 我说 我说怪不得 我说我今天是 有点是着急了点 我说没事没事 后来呢 老板走了以后 我就用我的手机打了英文 我跟他说你很可爱 我说我今天确实有点不舒服 有点着急了 真的 对不起了 这样子 后来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就拥抱了他一下 I love you 说了一下 他就很开心啊 就不生气了 这之后我们只要说 我需要他帮忙 帮我翻译英文 或者是我们之间有 任何的问题啊 有一点点什么的 我会主动跟他说一下 I love you 因为我觉得 我们女人之间 这就是表达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也跟 刚刚来新加坡 你们单位有外籍同事的 朋友们讲啊 大家其实说心里话 你慢慢的去接触 大家都会慢慢的包容 因为真的语言不通啊 确实是会增加很多的麻烦和苦恼 但是你慢慢习惯了就好 都加油吧 靠拆 靠多学 抖音上都有学英文的